核四暂时停工之后呢 那核一核二厂 这些核废料存放问题也备受关注 环保团体也质疑了 台电没有办法处理核废料问题 核一核二呢 恐怕会成为核废料最终的气质厂 立院直询的时候 宜兰人文基金会 他们也拿出了核一厂 1比20的这种干式储存槽模式 那么当场来质疑 如果碰上了台风 地震或土石流 这些存放在户外的储存槽 经过风吹日晒雨淋 又没有防撞耐震设计 恐怕是不堪一击 会发生辐射外泄的重大意外